台南市市长黄伟哲自上任以来已打造 希望家园被歧视证理念 要将台南打造成一具幸福城市 建构良好的知识工作环境 促进本市劳工朋友就业安全 及降低职业灾害的发生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于7月12日 将华西丽华股份有限公司 盐水厂举办 华西安慰家族教育训练 为提升安全卫生环境共同努力 劳工局吴思珍科长只欢迎此 很高兴就是大家可以来参加这个教育训练 那其实我们这个治安这个部分 其实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所以刚刚那个部门也在讲的说 所信我们大家的部门 这部门很多都大家共同一起努力 其实我们这边从当核心意义来 其实我们有看到我们保护力 保护一直有在成长 就是不管在治安各方面 还有我们的那个甘德人员 其实对各方面的这种事 其实我们都有看在眼里 那其实我们除了 如果讲说我们是乳基要再好小基 那我们是希望说 如果可以培养小基成为乳基的话 我们也非常的欢迎 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每年都会 可以再去找一些 因为我讲说 可以比较热心的一些事业单位 可以来帮我们的乳基 就是我们的核心企业 可以带导我们这些经验 在传承 在分传 就是让大家更多的事业单位 都可以共享这些资源 那因为其实我们在服务 我们实在在客气 我们也服务很多实在的老公朋友 我们知道他们发生实在性对人的家庭 不管是公司这边的工作或是 他们的家庭 其实那个负担都非常的重 所以我们希望都能够 尽可能就是降到我们的大海度 我们都以这个为目标 大家一起来努力 那除了公司这个场域 我们是社交这边可以掌控之外 除了公司的大名 大家交通方便 也是要拜托大家要多多产业 因为有些地方不是 我们遵守交通规则 就不会有事情方便 有人他就是不遵守 有人就是要闖洪着 那你可能就是会被那些不遵守 或者就是会受到一些伤害 所以大家就是 可能会在防御价值的部分 也要特别的去注意 那希望大家会身体安健康 也感谢大家 然后希望今天的教训练 能够圆满成功 如果这种中有什么需要 我们的讲师来帮大家再多分享的话 其实我们讲师也非常乐意跟大家分享 因为就是达到临直载也是 讲师不然是男临直载的东西还是我们 老公主都是还有 甚至我们的企业 每个人都是希望 都是将到临直载的部分 大家希望在今天能够收获满满 感谢大家 谢谢 华兴安慰家族教育训练 陈天荣副总经理 只欢迎此 我们基体感 这个 欢迎各位到华兴兰 那个 我们有二生家嘛 对 虽然很小 但你看起来 曲机团 那个 我谢谢这个 和兰 还有 那个 创作心 因为这个二零就能成立 然后那个 我们剧长 然后就没看到了 好想 请来 就直接来做这话 这个安慰家族 对我们来看 是一个很大的动力 因为我在华西三四年 对这个 对这个安全这一块 感受很深很深 非常深 所以我就跟华兴兰讲 这个家族 无论如何 要华允国大 我希望我们的这个 因为我们有合作做 我们的伙伴 在这边工作 都要 很安全 因为 坦白讲我89年 第一次 这边有一个公安 很多时候都在内水 安全真的是内水 那这个 专属也好 那个 那个月我们这个 劳动体证 对我们这个工厂 还是出事 那 他对我们 可以关大一堂 那我们要出去这期 我们 我虽然这个 在做的人都是这个 要是吗 这个都很熟 这个 对我们来讲 很重要 对我们来讲 那今天的课程 最主要是 阿里威翔 阿里威翔应该是最可贵的 我经常跟我们都会讲 要多收取一些 业界的这个经验 因为一个 每一个切都 有它的旁点 看不到 那我叫我那个 像老公局 专业中心的 对 会收铁到 数量 对我们这个厂 我也有关注 那我现在 今天课程 大家 要晚上回 那我带回市场 那我们自己要 我们是母亲吗 对 这个母亲 要把小鸡带好 那小鸡要跟上 不要让我 那加油 谢谢大家 华兴安慰家族教育训练 陈永才科长授课 华兴第一房 大家还有华兴第一房 他们家的 那些职业 我今天会 特别过来 主要是因为 我设计要开华 这个部分 我本来是想要 永远过来 但是我觉得开华 非常的严肃 但是我们的统一 要求 然后跟各位做一下 相关的一个说明 所以我今天 我的一个 看这个大康 就是说 然后配得到我们的题目 我们题目就是机场 舞蹈开华 对不对 所以我会跟各位介绍一下 我们实验准卫生里面 我们的统一检查的总列 有满线 我们同等进去做检查的时候 我们的检查程序 还有相关的一个依据 还有就是说 机场开华 这个股份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标准 我们只要有设计到股份的都非常的严肃 我告诉大家就是说 我们同等出去做相关的检查 一些产生 回答相关的一些访谈记录 他里面所写的 我们会一一的去做核对 看看有没有达到我们开华的过程要件 只是说 我们同等出去拍个照 下来就要跟各位做主观 这个我们也是不允许的 好 假如有时间 我今天相关的一个危害辨识风险提供 这个是我去年 去年出来建议科科长以后 我是觉得我们前任的一些合同 他们都做得很好 所以就是说 但是还有一些 我这边还有相关的一些创新的一个作为 但是我的创新作为里面 就是要从基层里面去做起 你们八卦里面 劳工局王兴基局长表示 华新丽华公司成立安慰家族 已迈向第六年 今年度也安排了总体检及专家 辅导家族绩效评选等 看到了职业安全卫生一直在进步 当然不能只有自己好 还要其他家族成员也好 透过本次教育训练 让学员更能了解工作场所容易发生的危害 进而改善职场工作环境 让安全的种子在各事业单位慢慢的发芽 以上是大北门新闻网报导